马云是知名的中国富豪,在2020年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中名列第17位。 马云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业经历, 如果我马云能够创业成功,那么我相信中国80%的年轻人都能创业成功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云的早期创业史,细数其成功背后的辛酸故事。 马云196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,他学习成绩一般, 首次参加高考时,数学只得了一分,名落孙山。 马云原本考虑放弃,但偶然的一次机会, 他读了一本书后深受鼓舞,决心再次参加高考。 后来,直到第三次高考,马云才终于勉强考上杭州师范学院, 县杭州师范大学,学习英语。 多年以后,马云作为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颁奖典礼的首席颁奖嘉宾, 也提到了自己数学只考了一分的这段经历。 他还说,我的数学其实也不算太差, 我高一时还是数学课代表, 但是没念高二就跨到了文课班,数学就不灵了。 1988年大学毕业后,马云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, 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,担任英语老师。 1992年,马云和朋友一起创立了杭州最早的专业翻译社,海博翻译社。 翻译社很长时间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。 为了生存下去,海博翻译社开始卖鲜花、卖礼品, 还曾经销售过一年的医药, 推销对象上至大医院,下至赤脚医生。 到1994年,海博翻译社才收支平衡, 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 美国商人与杭州政府合作修建高速公路, 需要一名翻译,便聘请了马云。 由于工作需要,马云出访了美国。 在这次旅行中,马云决定顺便去访问他的同事,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外教比尔阿霍。 在西雅图,阿霍把马云带到女婿工作的网络公司。 马云在那里第一次接触互联网。 马云尝试在网上搜索比尔,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中国啤酒。 他又尝试搜索China, 也依然没有太多和中国相关的结果。 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, 却在互联网上一片空白。 于是马云让朋友帮忙将海博翻译社做成网页, 写明报价, 附上联系方式。 结果当天就收到了五封电子邮件。 其中一封邮件说, 海博翻译社是互联网上第一家中国公司, 希望和马云合作。 这次经历让马云嗅到了商机, 回国后和他的妻子, 还有同为老师的何一斌, 于1995年4月创办网站中国黄业, 专为中国公司制作网页。 1995年7月, 中国黄业为浙江省外宣办做了一个网站。 《乾江晚报》以中国最早的政府上网工程为题, 大篇幅报道。 之后, 马云又陆陆续续被全国多家媒体报道。 马云越来越有名, 中国黄业越做越大, 引起了杭州电信的注意。 杭州电信也做了一个中国黄业, 与马云竞争。 1996年3月, 马云决定和杭州电信合并。 中国黄业作价60万元, 占30%的股份。 杭州电信投现金140万人民币, 占70%股份。 中国黄业营业额做到了700万人民币, 但马云和杭州电信合作并不愉快。 凡是马云提出的发展建议, 常常都遭到反对。 1997年初, 马云决定放弃中国黄业, 加入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。 他带领团队离开杭州, 开始了北漂生活。 一年之内, 他们就开发了当时的外经贸部官方站点, 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, 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, 中国招商, 网上广交会, 以及中国外经贸等一系列国家级站点。 这种看似创业实则在打工的工作模式, 并不是马云真正的志向所在。 眼看新浪、搜狐、雅虎越做越大, 体制内的马云却施展不开拳脚, 这和他创业时的理想背道而驰。 思考再三, 马云决定辞去工作, 回杭州创业。 而他的团队也决定一同离开北京, 追随马云。 1998年冬天, 几个年轻人在离开北京前, 共同登上了万里长城, 笑着朝向尽头。 1999年2月20日, 大年初五, 在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, 十六栋三层, 十八个人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动员会, 屋里几乎家徒四壁, 只有一个破沙发摆在一边。 大部分人席地而坐, 马云站在中间讲了整整两个小时, 大家共同出资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。 在很长的时间里, 这些人每个月拿500块钱的工资, 在附近租房子住, 吃饭基本就是3块钱的盒饭。 这十八个人后来被外界称为阿里巴巴十八罗汉。 那时候恐怕也没人想到, 从这里走出来的, 会是一家市值超过6000亿美元的公司。 由于早期资金的紧张, 马云出去办事都是踩自行车, 他还给别人定了规矩, 打车不准打桑塔纳, 只打夏利, 因为每公里便宜两块钱。 除了穷, 阿里的其他发展很顺利。 6月底的时候, 他们已经在全国发展了3万会员, 帮助一批小企业打开了国际渠道。 关于马云的早期创业史就讲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请订阅、点赞和转发。 谢谢收看。 请订阅 李宗盛